普京凭他一国之力和整个西方国家为敌 除了他手握能源的资源 还有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粮食 今集和大家说一说 和大家介绍我们有新的节目Lori快闪港 会逢星期四和星期日更新 根据社会议题和大家谈谈 原有的Lori读好书都是每周五进行更新 不想错过我们的节目 请赞好订阅和分享新频道 请大家记得追踪我的Facebook和IG的专页 和顺手加入Telegram的群组 再顺手点 请大家加入VRP 多谢 在俄乎之前发展到今天 最近有四个重要的乌克兰港口 已经落入俄军手中 外面放满水雷 所有商船都不能靠近 最近BBC新闻访问乌克兰农民 说这农民有很多粮食 没有办法运出港口 所以很多乌克兰的农民都损失惨重 有人说乌克兰不是与波兰的边境接样吗? 用陆路去运输粮食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陆路去运输粮食的效率 是远低于港口 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都没办法用陆路去运出 乌克兰这个国家是欧洲第二大国家 占60多万平方公里 也有肥肉的黑肚 被称为欧洲粮仓 出产的小物超过世界需要的10% 还有40%葵花纸油 至于俄罗斯 虽然金融地位不高 但俄罗斯的小物出产也非常高 还有13%化肥出口给全世界 化肥也是重要的农产国 是一个非常需要的资源 如果没有化肥的话 传统的农产国也难以生产粮食 今天当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港口 不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如果自己有连着自己的粮食出口 就代表全世界有三成以上的小物 将会落入俄罗斯的手中 如果他坚持不肯出口 这世界会出现什么样的粮食危机呢? 联合国的秘司长古特雷斯 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对污战争 否则会影响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安全 而教宗亦在最近一次近见里 呼吁国家不要用小物当作武器 但在这当下 已经有20个国家宣布 停止他们的粮食出口 当中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例如印尼占了中旅油50%以上 而亚根廷占了豆油40%以上 这些国家明明这些产品未必不够用 但坚持不肯卖 到底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但在疫情的时候 当我们要抢口罩的时间 每个人都抢的时间 是不是都没得买 给钱都买不到 这世界的粮食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场俄乌之争 其实放在桌面上 就好像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土之争 但其实真正背后较劲的 就是西方国家用贸易和金融作为武器 对抗俄罗斯用天然资源和食物作为武器 到底是普京承受不住制裁的压力 被俄国寡头推他下台 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承受不住通胀的压力 去向俄罗斯投降呢? 大家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俄罗斯一个不太强的国家 为什么可以够胆 凭他一国之力挑战整个西方阵营呢? 其实我认为俄罗斯是有词无恐的 为什么呢? 俄罗斯的领土和复原是全球最广的国家 比中国更大 他们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 只有1亿5千万左右 所以俄罗斯的人均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就算俄罗斯本身不是金融的强国 也在国际贸易上无足轻重 他比西方制裁也不是太伤 要去锁国和维持国民有饭食和能够生存是没问题的 而且前苏联流下来的军事科技也很先进 俄罗斯也有非常多核弹头 做一个最终的军事威胁 也不是很怕西方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普京即使是受到全面的制裁 都是一副准备和西方同归于尽的姿态 到底西方能否坚持一路制裁 承受这么大的损失 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认为战事将会如何发展下去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话说最近我节目的留言区 又被人问候我的娘亲 所以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恶毒留言背后代表社会现象 以及留言者的心理状况